大家好 炒股投资肯定绕不过这一环 叫做技术分析 你是不是也经常听说过一些 听起来似懂非懂的单词 比如说K线图啊 量价分析啊 均线系统啊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这所谓技术分析中 那些靠谱和不靠谱的部分 我会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 基于美国大盘 也就是标普500指数 目前看基本不会亏钱的一个策略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古代有一种奇术 叫做炼金术 它就是想从一堆不值钱的垃圾里面 能够提炼出黄金 很多大神其实都对这个方法乐此不疲 随着科学的进步 我们知道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可行的 但是人啊 这种贪婪的心态一直没有变 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股市 虽然说它不能产生任何的生产力 却又能实实在在的带来一个财富 只要通过动动手指就能产生这财富 那不是现在的炼金术吗 所以啊 又有很多很多的大牛聪明人 乐此不疲的跳入了现代炼金术 其实炼黄金和炒股票 这两者之间说白了 真有一些共通之处 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 第一步是原材料 古代炼金的时候 需要一些原材料 一些破铜废铁 那么现在股市的炼金术 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的原材料呢 就是数据 包含价格的信息 成交量的信息 买卖双方挂单的信息 公司基本面的信息 甚至还包括 比如说Reddit啊 Twitter啊 Facebook啊 这种网友放上去讨论的信息 等等等等 把这些信息融合起来 就构成了我们炼金术的原材料 第二步呢 是原材料的一些处理 这是所谓的Data Cleaning 古代啊 你把这些炼黄金的原材料 放在一起 清洗一下 那现在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这些数据 也有大量的人 去对它进行数据 清洗的一个工作 包括把原来缺失的数据 给补上 把这种离散的 断开的数据 变得连续化 把那些没用的信息 给删掉 所以我们说 软件工程师啊 天天都在搬砖 那么数据工程师啊 天天就在这洗菜 所以说嘛 都是当代的农民工 既然原材料 都已经准备好 洗干净了 那我们就生活 开始炼金 古代的炼金术啊 那可都是秘方 现在呢 其实基于股票的炼金术 大体也是不能 轻易告诉别人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绝密的一个配方 大家都会基于 所谓的一个信号 来提示 你应该买入 还是卖出了 说白了 就是想通过数据 打造一个 能够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基于靠谱靠谱 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也都不敢说 反正它是养活了 很多科学家 数据工程师 很多软件工程师等等 对于华尔街大佬来说 其实他们也会 fear of missing out 大家都没做出来 这个炼金术 没关系 但是一旦有人做出来 但是我连门都摸不着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 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 接下来一步 就是提纯黄金 Strategy 刚才说的那一步 我们能从一堆原材料里面 找到一些 可能产生信息的一些信号 那这一步呢 就是把那些信号整合起来 这其实跟古代的炼金术 又很像 比如大家知道 放一些黄色的粉末 可以染成这个黄金的样子 把一些铁融化掉 说不定能够模拟出 黄金的一个硬度 这一步就是 把这几个综合的信号 或者说方法 放在一起融合起来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套 系统性的方法论 让它无时无刻 不停地为我挣钱 那我一旦要是做成了这件事情 那我是躺着挣钱啦 当你形成了一套 整体的方法以后 最终一步 就是验证它的可重复性 也就是所谓的backtesting 单单一次把黄金练出来 这个其实意义不善大 因为毕竟大便里面 偶尔还可以发现 务实的经界值 所以你一定要验证 你的方法是可重复的 能够源源不断地 产生真正的黄金 在这一步 大家通常会通过一些模拟盘 或者对过去的一些数据 进行仿真 甚至去创建一些 可能发现的黑天鹅事件 然后看看自己的算法 能够多好的去应对这些事件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方法 通过了上述所有步骤的检验 那么恭喜你啦 你可以躺赢 让这个方法自己去为你挣钱 就可以走上人生的巅峰 前面大致说了一下 整个炼金的一个过程 并且和真正炼黄金 进行了一个类比 现在呢就来说说 我认为这个技术分析里面 其实靠谱的一些内容 第一个我觉得靠谱的原因呢 就是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分析 来判断一个共识的形成 之前的视频也说了 股票的涨跌 其实就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 一旦这个共识形成了 并不会轻易打破 而会向着某一个固定的方向 持续地去走一段时间 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 大涨和大跌 技术分析呢 无疑就是利用一些统计的手段 帮你在共识形成的初期 去发现它形成的一些蛛丝马迹 最常用的方法呢 就是一个移动平均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均线 比如说常见的20天线啊 50天线啊等等 就是过去这么一段时间 它的平均值 一旦这个股价突破了这个均线 那它背后的逻辑 就是说它打破了过去 段时间内的平均值的水平 可能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并且呢 会向这个股价在形成的方向进行一个继续的突破 并且这个突破会形成一段时间 也就形成了之后所谓的大牛市 或者说大雄市 另一个我觉得靠谱的原因呢 在于这个市场的背后啊 还是人 人呢 很神奇 是一种天然会去寻求pattern的动物 通过总结一些规律 解释它能看到的一些现象 并且呢 认为这些规律 还可以对将来的事情 有一个预判的作用 特别是在现代这种信息 交换速度特别快的社会里 很有可能你的一条信息 很快就会被很多人同时的看到 并且把其中的规律 大幅的进行一个放大 就比如说 当大家都觉得这个股票要跌了 纷纷开始抛售的时候 这个股票往往就会真的跌了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呢 又会加深自己对这个规律的一个印象 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逐渐形成一个越来越强的滚雪球的效益 这个规律也会越来越被加深 客观上呢 这种股票在一段时间内 经常性上涨和经常性下跌 也比较符合经济发展的 客观的周期性 比如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政策比较宽松 大家手里都有很多钱 就很容易催生这个泡沫 并且呢 大家都有一种feel of missing out的心态 纷纷把钱投入股市中 推动股市的进一步的上涨 当这个市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一定会物极必反 又形成另一个阶段的快速的 或者长期的一个下跌的趋势 这就形成了股市中的牛市和熊市 当你通过技术分析 去把握长期的一个趋势的时候 它的准确度 在某些情况下是比较高的 我个人认为呢 的确可以把这个技术分析 作为一个参考 在你没有太多时间 去真正研究一个公司基本面 或者去研究一个市场的时候 把它作为一个买入和卖出的 一个参考依据 至少可以确保你不会亏那么多的钱 具体操作方法呢 可以看我们上一期的视频 这里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针对美股大盘一个失利 这个方法 目前看是基本不会亏钱 根据刚才说的链金数 先来看我们的原始数据 就是美国一个大盘标普500指数 它每天的一个成交的价格 这就是我们的原始数据 由于呢 这个trading view 已经帮你把数据清理干净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清理数据这一步 所有的数据都已经在这个图上显示出来了 下一步呢 是一些signal 我们的signal就是说用移动均线 我们特别考虑到210天的移动均线 一旦呢 当前的价格低于移动均线 我们就获得一个卖出的信号 一旦当前的收盘价高于移动均线 那我们就获得一个买入信号 这就是我们的信号 我们把这两个最简单的信号叠加成为一个strategy 或者说成为一个算法 那么一旦我们超过210天线的1.04倍 在你卖出的时候是0.95倍的移动均线 一旦价格低于这个移动均线 那你就选择卖出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strategy 再下一步呢 就是用来回测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都作为回测 从1994年有这个spy开始 我们第一次开始买入 然后直到最终我们在昨天卖出 那我们这个算法 它的净收益是1648.81% 超过了buy and hold 就是你在第一天买入当中 不管涨了跌了 都不管你的收益是大概1400%多 这也说明就是buy and hold的策略 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买在了山顶上 可能就是随下的时间会久一点 就像我说的 我们这个策略是从来不会亏钱的 这里有一个list of trade 你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 它能赚多少钱 还有这是你从最高点的最大回撤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 它在每一次交易的时候 都是竞争前的 我们具体从图上形象的看一看 它的卖出的点在哪里 比如说它在这里卖出了 这里正好看时间是00年 也就是互联网泡沫的时候 然后它这里在下跌的过程中 一直没有买入 直到到03年的时候 开始市场逐渐反弹 这里出了一个新的卖入信号 在这个过程中 它又从来没有出现卖出的信号 直到这里08年 08年的时候 它有一个卖出信号 直到09年的时候 开始买入 这里有一些小幅的波动 所以基本上也是平仓出 躲开了下降 然后再平仓入 或者稍微入的位置 比卖出的位置高一些 我们再来看最近一次 最近一次比较大的回调 就是在2020年 那么它会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 执行一个卖出操作 然后躲过了这一大段的下跌 直到20年6月份的时候 开始买入 后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个卖出的信号 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系统 能够比较好的去预测 这种大幅的一个下降 但是系统做的不好的呢 主要是在这种大幅下降的过程中 它没有给出任何买入的信号 而只有在市场进行反弹 形成新的上升趋势以后 再给出买入信号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一个可以的 metigation的方案 就是你一旦卖出以后 可以定期去买 或者说比如说跌5% 或者跌10% 跌15% 按照这个比例固定的去买 这样呢 你可能在这些位置 有一些抄底的机会 当然你在这里面 就要承受这个跌幅 所以这也是一个tradeoff 说到底 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心态 到底是更讨厌亏损 还是更激进的 去获取一个比较高的回报 但整体来看 至少这个非常简单的算法 就能够帮助你 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操作 免得你在这里的时候买入 然后跌到这里的时候 头脑一热 直接清仓走人亏钱 大家看到这个方法 是不是很心动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泼一点冷水 来讲一讲技术分析中 不靠谱的那些部分 大多数技术分析 它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 就是过去的那些数据呢 对未来有一定的预测能力 能够通过一些数学统计的方法 来找到这些有预测能力的信号 但是这一点 还是没有一个可靠的答案 人们并不知道 这个市场啊 是一个随机的混沌的一个系统 还是一个连续的 有一定自我预测能力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技术分析 它的根基并不是那么牢固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 我们能够拿到的数据 不管你是去Facebook Twitter Reddit上面 把所有的Message都看一遍 把所有的股价都拿过来分析一遍 把所有的财报都放到面前看一遍 你能获得的所有数据 还有可能是更大一个数据集中的一小部分 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得到的结论 往往很有可能是片面的 而且你的模型 也有可能是一个overfitting的模型 造成对未来的判断并不准确 最后绝大多数技术流派的选手 所谓的股市分析的高手 都会对自己的系统里面 存在的不严谨的地方 视而不见 但是真正的对冲基金 量化算法研发的公司 在这一点上 倒是的确会严谨不少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 和真正的量化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这里我们就用四个字来总结 天差地别 我们演示的每一步 都不是那么的准确 比如说我们用每一天的成交价 这个在这些量化公司眼中 肯定是不入流的 他们恨不得把每一毫秒发生了什么 都原原本本的还原出来 人家用的data 可是tick by tick的data 一个tick就是指最小的一个价格波动 对于股价来说 可能就是0.01 对于一些期权future来说 可能是一个0.25的指数 那我们拿一天的数据 进行一个数据采样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粗糙的一个做法 所以造成的结果 就是极度的overfitting 我也非常好奇 天也找过真正职业的 在华尔街最大的 风险对冲基金 或者量化交易公司 当分析师和程序员的这些人 去进行一个交流 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工作 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 看天吃饭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当自己的算法上线以后 到底是为公司赚钱 还是会亏钱 他们在自己算法上线之后 也会经常去做做好事啦 服服老奶奶过马路啦 积攒积攒人品啊 哪怕短期 看起来好用 的确挣到钱的算法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也逐渐不那么挣钱了 到底存不存在这种炼金书呢 没有人能告诉你正确答案 所以想在本期视频里面 找到有没有炼金书的那些朋友 不好意思 让你们失望了 在这种极度失望的情绪之下 那么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 要注意形象 毕竟我也是偶像了 古代的 古代的炼金书 嘿嘿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